日本在强政前透过警讯发布警示系统 将伤亡降到最低程度 而这套作业系统在台湾还没有建制 立委邱盈、吴玉生、黄兆顺等人 今天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执行时 轮番关注这项议题 内政部长将一话说 会通过电视网络、网络等各种方式 以提供明确、明众最新的信息 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简任记证 林庆恒则脱口而出说要一年时间 引发立委黄兆顺强烈不满 如果业总统想说 将一话则说 所以政府立法一定是进化 立委简叫洞之一 男设标签的总统 立法院只在立法院 所以我要用这一张 让我们来问各位今天立委的所有的发言 我们台湾如果碰到类似 复合式的灾败 我们组织好没有 原来会副主委黄庆东则说明 政府来讲 这个复合性 我们还已经是没有签议 所以我们联统发信 跟比较潜费的信息 未来会在这种加强 台湾警报记者 蕭介云、李观彦采访报导 在这种加强